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联合国大会堂跨出历史性的一步 一千多位来自世界各角落的宗教代表与心灵领袖 齐聚一堂为世界和平 集思广义 贡献心力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首先致辞 他说 宗教常等同于光明 但也有黑暗的一面 一些宗教的极端分子常常压迫并歧视女性及少数族群 宗教也常被民族主义所钳制 煽起暴力仇恨的火焰 他期盼这次会议能使我们这个世间更正义 平等 宽容与和平 大会提供了一份世界卓越宗教与心灵领袖名单 圣言法师名列着53位将在大会堂中做正式演讲的领袖名单之中 圣言法师首次在世界各宗教领袖之前提出心灵环保的观念 我们的团体正在推行着一项运动 名叫心灵的环保 从每一个人的心灵进化做起 使得每一个人的内心 充满了对生命的感恩和慈悲 就会将努力的成果奉献给他人 只要不断地努力与生活条件的改善 就能克服物质的贫穷 只要能够有感恩心和慈悲心 就能够充实精神以及心的贫穷 心灵的充实比物质的拥有 是更可贵的一种财富 我们现在正在提倡另外一个运动 也就是说把副教书所的福国搬到我们人间来 也希望其他一些宗教的天堂 现在我们人间成立 祝福我们这个世界 就在人间能够见到福国 就在我们人间见到我们的天堂 圣言法师 受邀参加一项高峰会中的高峰会 并受邀担任这个高峰会的顾问 讨论未来如何推动世界各宗教团体的合作 为世界和平的理想做出贡献 圣言法师返国后 即受邀到总统府 与陈水扁总统畅谈心灵改革 而在大会中宣读的讲稿 也被收录在最高民意机关 立法院的公报中 列为正式记录 我是天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邀请国际名人参加对话 国内也有代表出席 他就是佛教法古山的创办人圣言法师 2002年1月底 在纽约举行的世界论坛年会上 圣言法师是唯一一位受邀参加的佛教徒 会中他再一次地呼吁全世界的科技精英与经济精英 重视心灵环保 而各宗教间更因以宽阔的心灵 在多元价值并存的时代 重新定义神圣的意义 所谓神圣 也就是求同存异 同年6月 在泰国曼谷召开的 世界宗教及精神领袖理事会 是继2000年纽约和平高峰会之后的 第一次旅事会议 针对亚洲的环境保护和种族与宗教冲突 寻求宗教对话与共思解决之道 担任主席团成员之一的圣言法师 发表专题演说 我们这个团体正以心灵环保为主轴 在经济部推成了礼仪环保 生活环保 以及自然环保的 自然资源的保护 生态的保护 心灵环保只向内心审查 启发我们的智慧心和慈悲心 心灵如果能够富裕的话呢 便有充分的安定感以及安全感 对内心对外境 并不会矛盾和冲突 给人和人相处的时候 便会尊重对方 实时礼貌相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